区块链一定会是一个巨大的趋势吗 不可递转的吗 嗯 不好说 区块链整体是一个反政府的东西 它是一个政治实践当中的一个极端的 无政府主义的这样一个产物 这种东西 当遇到一些需要去变化的时候 已经体现出它其实没有这种变化能力 比如说比特币后面的区块链 一秒钟只能交以7比 当它想扩容 就是改变它的基础协议的时候 那会成为巨大的撕裂 不同人的意见不一样 就陷入到一种接近瘫痪的状态 对吧 所以我们在讨论到那种 那种美中特别自由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这种人 因为我说还研究的时候搞生物呢 就每个细胞都如果能够特别自由了 就人就瓦解了 对吧 所以我是知道一个人是必须有 有你的担当 一部分的这种责任 有你的边界 有你不可为 研究基因生物学这段经历 对你理解互联网理解公司 巨大 是怎么讲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 让我走出了机械的这种数学物理 因为在数学物理里面 有很多确定性的这些推理方式 但在里面就遇到一个困难 就遇到非线性的这种变化 就复杂性系统的时候 数学物理是解不动的 是因为这过程当中有太多的这种 微小的变化带来的这样一个 一个绝对的大的变化 我们把称为叫蝴蝶效应 它不是量子的不可预测 就是由于非线性的不可预测 所以我第一个是看到了所谓科学的边界 你会知道有很多规律 没有办法现在数学物理去解释它 第二的话呢 你会发现生命是有层次的 物理学告诉我们世界会走向无序的 我们叫伤知丹增加嘛 但生命是走向了伤知减少 走向了更有序 当你做一个严格定义之后 你发现说你的细胞也是一个生命 你的DNA也是个生命 它都是相对稳定的性状 而且能自我复制 所以这个视角 你看到以前你在物理世界中间 纷繁复杂背后 看到了更大的一种规律和这种秩序 而且是有层次的 互相之间有影响的 环境跟你生命之间的关系 你倒过来环境可能是生命的一部分 或者如果你把生命当环境 环境就是生命 这样的世界看到就不一样了 当时为什么选清华呢 还是只能选清华 对一个理科生成绩这么好的人 保送的是吗 我舅舅是北大毕业的 所以我舅舅比较那儿的 然后我妈就觉得 你看这么迂腐 北大没戏了 我们都觉得清华比较那儿的 所以我们要北大 可能别人觉得你那儿的 你自己是无感的 你不知道自己是啥 好可爱 所以很简单 对清华那时候 刚去的时候什么感觉 因为你在成都其中 是个特别优秀的学生 然后你进入那个环境之后 你觉得你的竞争者增加吗 或者说你觉得那种竞争感 它明显增强 我觉得很顿感的 当然也就是追求一个最优秀的东西 对吧 你没觉得自己不行 因为小时候讲四大民主 应该先读西游戏最简单 但读完西游戏之后 其实你发现整个阴差阳处 就没读其他东西了 所以在里面你对孙悟空这个角色是无限的一种崇拜的 就是那种七天大圣 七十二变 无所不能 它与天斗与地斗的这种能力 所以我后来发现说 自己在这个学里面融入了这样的东西了 事后我其实挺感谢那样的一段日子的 让你体会了一种极致的优秀 后来你发现说 有些人面对困难的时候 他说我能够妥协一下 我退一步 我做个自由解 对吧 我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但是像清华这种 他就在里面是这种 什么事 我能搞不定吗 我学习 就没有困难难到我 真的这么强烈 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 是你不典型的是吗 我觉得好难 对 所以在这里面 我觉得一方面自己经历里面 你是不断在追求这种优秀 还很幸运 没有被完全打倒过 对吧 小学到中学是考了成都市第一名 中学到高中是参加数学联赛的一等奖 然后大学这种奥赛金牌就拿到 对吧 令人讨厌的人生 对 在里面没有这种说什么什么这种妥协平衡 对吧 你就是这个奔的最好的一个去 但这么正确会不会有遗憾呢 总结都是最正确的选择 我觉得你想遗憾是跟自己过不去 得到一个东西你觉得已经很感激这个事情了 或者非常正确会妨碍一些更狂野的想象力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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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按照逻辑讲 假命题推出任何命题 就如果怎么样 如果太阳光西连升起了怎么样 你后面说什么都对 知道我就称上帝了 我就死掉了 都没错 从理性角度它意义是有限的 文科森才干这种事 好吧 对吧 就是畅想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 然后这个东西也不可能验证的事情 在里面去捣鼓这个东西好不好 但这种畅想不就有乐趣吗 那我现在也有乐趣 去畅想未来可能我能做成什么样子 但不要畅想一个你现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今天我们谈过去谈未来 现在我就发现说在前几年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 比如说IPO在等IPO在干嘛事 当你都等待这个词的时候 你说这种希望对吧 但是其实我发现到了一种比较不好的状态 你不在当下了 你是希望什么事情发生之后 你才有一个改变 在内容没有的 直到大学期间 研究生期间的时候 你就是做好眼下每一件事情 没有想过未来的东西的 或者你对选择 你会意识到有某种拒绝吗 可能是因为 我觉得今天来讲的话 我倒觉得不叫做拒绝 就是没有经历过选择 对吧 但是也是个负担 或者说你的一个没有进行训练 就是你没有懂得怎么做个选择 对吧 你说拒绝也好 动力也好 所以在真的有选择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说 要么就是说你咬定了 这就是最好的事 你去 要么你不会像很多人在中间 因为没有做到这种说 就唯一性 他会选这个选那个 他会懂得怎么去选出自己想要的 或者也浪费了很多东西 对 所以在很长时间 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没有自己的想要东西 你只是说什么叫最好的 或者在所谓大众标准里面 那就是最难的一个事 你就去了 你现在特别听说自己想要是什么 我觉得今天来讲比原来会好一些 对吧 我会觉得自己来讲的话 几个事情 一个来讲 我是认为自己需要做出有贡献的事情 对吧 做出有意义的事情来 那么这个时候 你会看自己拥有什么 有什么能力 这事实在需要什么 就当天做输入法 如果中文不能够很容易输入 那你知道中国是这样的一个现代化 是做不起来的 所以我记得当时领导的会访问我中学的时候 他问的一个问题是说 小同学啊 你一分钟打多少字 我当时脸都绿了 对吧 我要给你讲的地方是几颗定领证明 我讲的是汇编语言 有没有这么粗俗的一个问题 但后来我讲不是这样的 领导问一个农民 他会问说 农民伯伯 你一梦地产多少粮食 对吧 是俗 但是它是一个物质化的基础 而打字其实在当时是属于中国的这样一个 精神文明建策或者信息化的基础 所以我们把书法做出这个贡献来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那下面如果翻译问题解决 就不仅是在中国内了 因为我知道说 这个整个世界的这种文明 是因为语言的不同 产生了很多的这样一种冲突 就是东西文明的不一样 甚至我们说 就沿用这种圣经里面讲的通天塔的故事 人想见上帝 造一个叫做巴比塔或者通天塔 但是上帝觉得你们这个太藐受的权威了 所以就让不同的种族的人 说了不同的语言 没法协作了 因为大家就很难形成一种共同的共识和共同的梦想 最后就见不了上帝了 对吧 这是个预言故事 但是反过来看 就如果大家在中间能够进行共识 能进行交流 这件事情会很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AI技术往前走 我发现说 有能力把翻译问题 做到真正实用化有一个突破 那如果我们在做这种事情 就会变得很有意义 而且这件事跟搜狗的基因很相近 我们是做语言相关的 做输入法 做搜索 一个让你用中文表达 一个让你中文获取信息 但是否我们能把中文转向一个全球的东西 对吧 我觉得我们有这种能力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这世界需要这个 恰巧就是你自己在里面 最有机会去做成这件事情 那你就义无反复地做进去 你们开会是吧 对 你先开会呗 然后你晚上就继续跟徐老师 行啊 你先开会呗 好 行 那待会见小川 好吧 你先这个 我先待会 对 待会见 那要不这么着 咱们先那个体验 它就翻译机啊 好 来来来 然后我们的技术在这里 这个是我们前两天刚发布的搜狗旅行翻译榜 那我就出门就不担心了是吧 对对 你可以说 你想说 我说个中文它就翻译成日文了 对对对 各位下午好 说个更复杂点的吧 波兰语试试波兰语吧 我记得有一年去克拉科夫那天是大雾 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 那再换一个 我看我还喜欢那些作家 换一个 丹麦语动 我都没听过丹麦语 这些丹麦人是怎么熬过那些慢慢的寒冬的 好牛啊我觉得这个 虽然也听不懂 但是觉得很牛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我很兴奋到什么地方 它是一个启蒙工程的继续嘛 你想当年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他们印大量的教科书 使用材料 字典 商务艺术馆干的那些事情 他们都是一样的事情 怎么把这个人民大众给读报 就是这个最最白话的运动 它像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它运动的继续啊 以前是要通过这个白话来读懂那些读不懂的名词 现在是可以通过这个翻译器来去理解更大的一个世界的语言系统 而且我对背后的技术变化也很感兴趣 就是确实语言本身它是一个各方面的核心问题嘛 人家这是地上处理的问题 在这个时代怎么处理语言的本质的问题 这我也很好奇 就为什么二十世纪语言学成为核心呢 这都是有意思的事情 来 从这边上吧 你到这边上吧 我在那边上好了 好 这个车好酷啊 我就指它的路线标识这块 你喜欢开车吗 我喜欢 比尔街坊华你就听了吗 真的最早的 那次对我也很想看 触动大吧 触动大 你突然间发现世界最顶尖的 全世界最顶尖的一种技术力量 你是连接在一块的 你就不会陌生 你就不会有一种那种隔阂 隔阂的那种 尤其是世界底线我也见过就这样 对 就你连接过最优秀的东西 你觉得自己就是它的一份子 它是一个圈子的人 然后当时我还记得 温染是把他们那种旗子 就它那个四色旗 对 四色旗 它那个顶上还在转 哇 我觉得好酷啊 这个公司 后来想一旦 真的以后我有公司了 我要把这个旗子打在顶上转 你把那小狗子猛在那转 今天觉得走左边 然后又转在那边 这有讲个故事挺有意思的 咱们可以简单看一看去 你的伤心事是吗 伤心事 为什么对翻译这件事情 语言本身这件事情 这么强烈的一个热情 这个东西从何而来 所以在这里面的讲 我刚刚讲了这个是通天塔的一个故事 对 为什么这个隐喻 这个象征 这个意象 对你这么强的一个吸引力呢 就可能你在内心当中 还是更大的世界观 是对分和合之间的这种见解吧 你会知道 像我们以前我读一本书 是讲的一种欧洲思想史什么的 它说通常一个文明的爆发 是一个异族迁徙过来了 然后跟你原有文明在一个地方 共生一段时间之后 它这个文明就爆发了 杂交的产物那种 对 生命也是啊 父母亲一杂交生一孩子出来 对吧 所以你在你的大世界观念里面 你会认为两种不同东西的融合 会产生一个你想象不到的爆发的东西的 它比我们发明电甚至更加的重要 在历史上是有它的位置的 所以从一种理想的东西 我开始回到这种现实 而是发现到现实的时候 反而我觉得已经到一个很完美的东西了 因为正好是两个丧事完了 我们有新的这样的一个解放 第二的话呢 今天的AI赋予我们巨大的一个机会 真正认为未来世界长啥样 去做这样的一种构想 那搜狗会长啥样呢 在这种构想里 我觉得搜狗而言的话呢 第一个输入法 它就获得一种新的这种生命力 那在AI里面 我在翻译里面 我会更达到这样一个投入 我会做更多的对话系统 然后这种问答系统 真正把我们的搜索和输入法 转变成这种做助理 对吧 医疗的问题问给他 他帮你做医疗诊断 法律问给他 他告诉你说 哎对不起啊 你这离婚案 这个事情我经过大数据分析 你这个数的可能会比较大 不是一个社会很强 后来我理解说 当我们去写程序去编程的时候 是把你的一种思想 开始通过你自己的一种 一种技术注入到了另一个生命里去 就像你人生孩子 它是能继承你东西一样的 这个程序它反映一种思想 而且它能够在环境中间去 产生反应的应对 对吧 我是觉得程序是有生命力的 听到那个阿富贵战胜 那个李适时的时候 你是什么 你是挺兴奋的 我记得当时你的你的反应 我赚了好多钱 我其实大概在14年的时候 我当时看到CNN就是叫做卷积神经元网络发明 就是深度学义分支发明之后 我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可以用来下围棋 所以当时我是跟清华一位老师啊 都在讨论说 我们做下围棋这件事情 但很可惜我自己是三中性是不够的 对吧 没有老师听我的东西 所以一到到16年突然间开始这个阿富贵这个狗宣布 说跟你支持比赛了 所以我就开始嗶嗶嗶嗶嗶 这个发文章讲说这个机器能赢人 有部分人就不信 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就打赌呗 我内心想的这叫收智商税 对吧 这文章写得这么清楚你还看不懂 就包括当时这个头几篇赢的时候 大家讲这叫阿富贵戈中盘逆转 就是前半场下的特别烂 对吧 这什么傻气 到后面一发现就下越好 所以当时分析说阿富贵戈后面是下下就更好了 我想不是这样的 在阿富贵戈心中一直就下的比你好 只是你看不懂 就觉得他下的烂 所以我是对这件事有出过 都是这样一个理解的 所以在我自身上是叫做机器和人工智能的带路党 对吧 对吧 有人抵触他 我不是的 我跟他一会了 怎么用语言比较清晰的理解这种 比如阿富贵戈代表这种智能 最终他目标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他的智能会跟完全跟我们相匹配 或者说认为阿富贵戈已经超过我们了 但是你相信这些东西吗 阿富贵戈那会就已经说 你只要给他答案他就能学习了 人在里面是往回退了 比如说我们做医疗的问题说 我要做医疗的AI 我的程序员是要懂医疗的 对吧 我要医疗背景 把医疗知识通过我的一种表达 我的一种逻辑告诉机器 到阿富贵戈说不需要了 你程序员不需要懂医疗 你只要给他医疗数据库 他自己就能学会 到阿富贵戈之后的话 又进一步 连你历史局都不要了 他可以自己去各种重演一部历史 一样的去尝试 从什么都不会 然后一点一点的互相博弈 互相学习 最后进化到了今天他这个机器 就重演人类2000年的进化 阿富贵戈原来的机器是把2000年进化的 这个结果都塞进去 阿富贵戈之后是从而不进化 你从不担心 就他们所谓想象那个可怕的那个世界 也就是这种机器会会占上人 我觉得我们时代来了 我记得阿富贵戈之后 我的一个工作室发短信给我 因为我之前就老在提什么人工智能 提智慧 对吧 然后觉得做一个程序员 更找到自己身边的意义了 然后我们我当时在大概3月8号吧 第一次赢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叫这个法定 收过的一个价 叫做狗胜日 对看到了 狗的胜利 然后被网民有的调侃有的骂 对吧 说阿富贵戈跟你跟你啥关系 人家赢了对吧 你在阿富贵戈一个狗子 对吧 这叫狗的胜利 也是这个程序狗的胜利 然后的话咱们往前走 对太好了 从头走两步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楼 这四个是女生楼 新华唯一的四度女生楼在他们这旁边 比如说陈南我那个书呢 对对对 你现在看到这个什么感觉 我很早看这个书 对 不是大学时候看的 研究社 对我来讲是很震撼的 第一点说 我原来是用计算机的 或者是数学物理的东西 只是去解决一些物理科学的事情 但突然间你发现用理性的东西去分析 这个一个人物的东西 就是社会背后 它有它的这种规律 它有它的美 你可以观测它 它的现象背后是有 它必然存在的这样一套逻辑的 就把这样一个 我们原来就不敢去碰 或者说是这种 你觉得特别跟理性没关系的事情 看着慢慢纳入到了一种 这种理性的思考框架里去 你一样能看到它的过去怎么样 它的未来怎么样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我讲是启蒙性的 它打开了我对社会的语言 只知道什么叫社会学了 这个社会对你之前理解那些科学的世界 之间的这种更直接的冲击是什么 你可以用科学的方法 或者这种理性去认知更大的一个世界 平时我们看的东西来讲的话 计算机灵异的代码 生成一个程序 对吧 那还是只是它被限制在了一个计算机里面 但是我们周围接触人 周围接触人 它背后都有规律 我突然发现一个你不可预测的 一个 一个这种不确定 或者你没法去认知的东西 开始慢慢呈现出它的一种规律来 这个后来我当大学很吃惊那个事 这个孙悟空是不讨女孩子喜欢的 说八戒讨喜欢的 这啥情况 这个一个又懒 对吧 本事又不大的东西 它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以你会真的只有你看到其他东西都反差 之后你才发现说 这个世界不是唯一的一个选择 那你说你读到这个 你说对这个西游记孙悟空猪八戒的解释之后 对你的现实行为会有修正吗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你只是觉得很意外 意外啊 对 就这么小问题 女孩子会喜欢猪八戒 你还需要再过好多年 你才能真正去领悟这些事情 逐渐的一个过程 很多时候真的是 事后你发现这个世界跟你想的不一样 对吧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的话 最早有两个公司和两个业务让我就处于很震撼 一个叫做好123 对 我知道 一个福建小伙子做的 对啊 嗯 因为当时在搜狐里面觉得搜狐就是宇宙中心了 嗯 所以当时好奇 你想看用户从什么地方来到搜狐 一插着自己计算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搜狐用户是来自于叫好123的 我第一反应就是说 算错了 最终没听过什么东西啊 对吧 打开他一看 哇 妹妹妈这是网址 对 丑陋无比 你觉得是病毒吗 是什么搞错了吗 然后只有旁边一个小兄弟 这个一个编辑走过去 对吧 说这个我知道啊 好123嘛 我们老家都用它 嗯 就电信再给你这个装框带射成首页的时候 就会把它射成你的某人首页 嗯 哇 你才知道这么一个网站 简直就是你自己的研究生白读了 嗯 哈哈 对吧 我们公司的美工全全不需要了 嗯 因为在那边你知道它一个月能还能收入300万 嗯 搜狐在那边还是不赚钱的公司 嗯 反映并比好123 好123还晚一点 嗯 这我都没有用过 它是一个盗版光盘 嗯 就是 你知道我们如果说用windows 你正常买是正版的 嗯 很贵啊 对 而且买回来之后里面是既没有office 又没有wps 也没有其他photoshop什么都没有 所以windows的话呢 是我们认为一个就像一个昂贵的毛皮房 嗯 好夜三的老板他讲说我们是一个免费的精装房 你拿这光盘一装进去 盗版呢 所有你喜欢用的常用软件 都装进去了 拎包入住 嗯 什么都有 你说你用哪个 那这老兄的话呢 是极度有产品精神的 当时我们跟他合作输入法的时候 他验诊你输入法好不好 你要不好也不跟你装进去 他自己还有测试团队 要确保你的所有的这种软件的兼容性 引运性能最高 这个光盘这个复制处系统 在当时占中国电脑的70% 所以很快我们的输入法就变成全国人民都用了 嗯 那我们都用过这个 对 这肯定不知道 嗯 反正我相信你可能没花钱买过这买Windows 别这样 对 今天可能买了 只要是早年间 没人买 咱们那时候没人买这个 对吧 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会出现这样的角色 对 然后你发现这都在说服体系之外的东西 而且那是一个非常明确 对对这种清华北大那种经营主义的挑战 对 自以为是了经营主义的挑战 所以就当头贺棒 嗯 后来我们提的叫三级火箭 嗯 就是指为了做搜索 嗯 用输入法 推广浏览器 这浏览器打开手 也就是搜索 叫三级火箭 在后面很出名 那就用这方法 但是我如果细想 这个三级火箭 其实是一个番茄花园 加上好123的一个合体 嗯 所以到后来找到了搜索去的一条道路 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那个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嗯 最难的问题是说要说服张上阳 嗯 要让他的这样的认知 能够去接受这样一 一种跟他原来的想法不一样的东西 嗯 嗯 但说服的技巧是什么呢 对 技巧我早就说服了 对吧 所以很多事情只有当事情足够这种坏 嗯 然后大家在共同思考 这个变质通的时候 嗯 你才能提出一个这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来 嗯 是当时是我已经提三级火箭被被被被被被被 视为异教学说 嗯 被边缘化了 嗯 最后最后管一团招的时候 嗯 就拉回来 老张想对这就期待了 嗯 你提这方法 他开始接受 你中间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没有过 这是很有意思的 嗯 是啊 对 可能也是这种这种清华培养出来的一种性格 就是 排除万难 对吧 就更多相信自己的思考 嗯 相信自己的创造发明 嗯 对吧 我记得当时收会有几个副总裁 哇 听说觉得好有道理啊 但会不对啊 为什么他知道我不知道呢 嗯 最后发现说他有95%的东西 都不是自己原创的 嗯 是来自于跟别人交流里面得到的这种东西 最后可能加工了5% 嗯 就成了 嗯 但是可能原来我追求的东西 是95%到100% 你就想自己发明一个世界出来 对 就未来的世界长啥样 就构想 而且世界就是我的 我在中间要去影响 或者是创造这样一个世界 嗯 承担这个历史使命 嗯 去做这件事情 嗯 没有这种犹豫的 嗯 那下面如果翻译问题解决 就不仅是在中国内了 嗯 我想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你现在其实使得中文 能够变成一个世界性的语言 那现在这个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最难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员工是否有同样这么大的一种热情 嗯 还是只有这种大一种使命感 嗯 能够形成这样一种 就是给大家洗脑这件事情 嗯 管理上的问题 其实本身上这个管理上是你是有种对人尊重 说我是我你是你 嗯 我尊重你的每个想法 嗯 对吧 使得每个人成就每个人最大化 嗯 你先是有一种对对别人的这样一种尊重的 嗯 所以之前说有的公司什么价值观考核 嗯 就是什么东西啊对吧 什么性格测试 嗯 一种发生内心就是要去把自己的这种思想植入到每一种身体 身体里面去 在这边我发现自己是有弱点的 嗯 他给你本性是抵出的 是啊 是啊 但是你知道没有这种东西 这是孙悟空干这些事对孙悟空简直是个侮辱啊 你想想孙悟空这么一个自由自在 他这个free spirit啊 孙悟空 对对但你自由是想要别人自由 对对吧 但是你要让每个人都要说不管你是信不信 我一定要把你洗成我一样的人 对 这个事情对我讲是这个内心中间的障碍 嗯 那能克服吗 这是很天然的一些东西的 所以你更多来讲的话呢 你还是有种热情是希望别人跟你建立共同的一种能知 但是你不是通过一种这种强迫的行政 你还是希望就是去说服每个人 是真的是从内心中间认同这件事情 这个效率是低的 但或许是不是长远来看这效率反而又是高的 这样的组织可能看起来会慢一点 但是它会蕴含出更多的创造力 会不会这样 因为各个的好处 比如说 其实我就讲说中国这两个公司一个阿里一个腾讯 对吧 阿里是强调这种这种价值观的一致性的 马云在战略上讲的话 是靠自己的这样一种煽动力 会包括自己对未来这种威胁是看得清楚 他知道为了长啥样 然后同学们 你听我的 腾讯在讲 他能给你一些底层的这样一些土壤 说这些土壤很重要 长的啥东西来讲 我觉得他心中不是有那么清晰的画面感的 它是共生的 更多的是能够释放你每个人的能力 他两个帝国都很厉害 你知道我哪个都很厉害 我就看到腾讯就哇太厉害了 对吧 可能把阿里干掉 你看到阿里哇太厉害了 他也能够有自己巨大的这种生命力 绝对不同的两种文化 在性格上 你自己觉得你更偏向腾讯的文化 我觉得我们更偏向腾讯 对吧 阿里的东西是学不来的 但这两制度到底随好随坏 今天是没有结论的 在公司层面 但是想法一致更有战斗力 但这件事情跟你原生的这样一种 希望每个人这种百花齐放的这样一种精神 我觉得是自己挺难去摆脱的一种能力 这是你自己的一种缺陷 这种冲突会让你不舒服吗 还好 大话喜有讲的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对吧 这是你自己的这样一个角色 好像你自己已经这么一个力量无穷大 但其实在如来佛的这个手掌心里面 你还是有命运的这样一个 就不是你自己能随便去变动的 对吧 然后以及你还有被注定的一种使命一种归属 对吧 甚至无能 像那种师妹讲的说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对吧 我要这变化又能干嘛 有时候你在伤感的时候 你回到这样的情绪里去了 那现在这种伤感的时候多了还是 跟最早的这么一种 说是那种叫顿感的时候是多了很多 偶尔伤感一下 但是我认为这东西是一种文艺范儿的东西吧 是一种生活调剂品 你会去感动 但是这种不解决问题 你会用理性来压制这种东西 偶尔释放一下 就当你释放也是这种很美的事情 就像我们经常去这种文青这种对吧 去团圈世界上这一样 然后我们去玩游戏 我们去看电影 其实都是这样一种东西 它是不真实的 所以后来在我的手机里面 我有很多分类的 我把我的各个应用做到里面 其中比如有一类 叫做太虚幻境 什么东西 你给我说说什么是太虚幻境 比如说 视频的东西 音乐的东西 然后像一些小说的东西 它不是人物历史传 就是那种非事实的东西 非事实的东西 在里面 但是这种非事实的东西 它会让你产生一种故事性 让一种真的 就像毒品进去之后 你会有一种体验 这种美好东西的 但情感的 那不是最真实的东西吗 这话没法证实 就是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不可证明 不可证伪的一件事